总统蔡英文同庆之旅过境美国休士顿第二天 亲自主持台美产业论坛 蔡总统以中游向德州企业采购天然气 台速德州分公司扩建计划 和鸿海投资威斯康星州 说明台美经济合作密切 希望和美国携手探卫经济自由 论坛上德州联邦众议员强身和路易斯安纳州州长爱德华兹出席与会 爱德华兹更宣布 主义斯安纳州和台湾签署驾照相互承认协定 成为全美第27个和台湾签署驾照互惠协定州 蔡总统在台美产业论坛后 还参访德州医学中心新创基地 以了解相关产业聚落行程 作为台湾发展新创和产业转型的参考 结束修士段的行程 蔡总统预计台北时间20号深夜 班底博门 本集完 本集完